歡迎大家收看東岸生活誌 這裡通常都是講講加拿大東岸的事 今天主要都是講講加拿大有幾個新聞 我可能就分開兩節 如果大家是在加拿大大西洋這四個省 就是Newfoundland, Nova Scotia, PEI和Newbunswick 在6月27日就有一件事 在這裡住的人是有一些關注的 做了有些新聞 不是頭條的 但是如果大家在這裡有用電線電視上網 可能會受影響 看看大家用哪間公司 如果大家看電視是用Eastlink 即是這裡的其中一個 cable provider 這個就大件事了 因為Chorus Entertainment 即是Global TV的老闆 還有有33個channel 那麼這個content provider 就說不同 這個Eastlink就逐約 所以 cable provider Eastlink 忽然間 都不是忽然的了 它是5月開始 跟它所有的顧客說 即6月27日 你有33個channel 我們是不會供應的了 那麼很多這些channel 真的都挺多人看的 那麼譬如現在小朋友的卡通網絡 Disney 我喜歡看的Food Network 有些的History的History Channel 以及很有紀錄片或教育意義的 National Geographic那些channel 女人、女士也很喜歡看的 Opera Winfrey的網絡 還有有一個我經常看的 有很多很好的片集 Showcase 小孩子的Teletoon 女士很喜歡看的W Network 年輕人的YTV 那些就沒有了 在這裡 正在Eastlink 即是在這個chorus 在Global那些 就經常有Banner Edward 6月27日就沒有了 如果你們繼續要看這些channel 就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轉做Bell 用Bell做Provider 即是不要光顧Eastlink 或者你可以自己給多12.99 13元 就在Prime那裡 訂這個Stack TV 大家都知道 Prime要10元一個月 那你還要加13元 即是晚上3元一個月 還要加稅 那來訂這個 那要不就轉Provider 要不就要在Streaming那裡另外買 那如果是這樣 即是原因是怎樣呢 那據說他們兩個 一個就是Content Provider 和這個Cable Provider 兩個就談不上數 那是否只是錢的問題 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說我們可以看到的 即是遇到的東西 那就是 即是我不是說那33個channel 個個都有訂的 我不是的 我訂了也有一堆的 都有七、八個 有八個 即是我喜歡看一些documentary 看一些片集 那我太太喜歡看 例如那些 Home Vendoration 那些HDTV 那些有一堆 那你這樣搞法 那我真的沒有了一堆 訂了那些channel 即是有一半是沒得看的 那我就打電話了 當然問我 你搞成怎樣 那麼第一 他回答我的就是 喂 我第一個問你 你即是有一堆的電台 你現在不供應 會不會減價 那 問你也很傻 真的 減價 當然不會的 真的 你 你要不就走人 那但是 他就說 唉 我一個月 我給九個月 每個月 我會給你20元的credit 九個月 九個月之後就要收完 收足 還有他就說 你有兩個月crave 不是crave 我已經訂了 因為有很多片集 我很喜歡 因為有很多片集 你這樣搞法 他們怎樣說 說不定數呢 你那班的顧客 他就真是不鬼 真是 沒得說 因為他這個 就差不多是專利 當然不是專利 你說你這麼不喜歡我 你就走去bill 我正在想的 我隨時會走去bill 但是 你看看你九個月 你搞不搞得好 第二件事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真的可能要subscribe 這個stack tv 但是 這個stack tv 都沒有了這33個channel 只有十幾個而已 有些channel是冷門一點的 我會subscribe 因為stack tv是沒有的 無論如何 我現在還未subscribe 我等他下個月收我錢 是不是真的收少20元 通常來說 在這樣的可以說是dispute CRTC 即是監管的機構 會不會插手呢 這次就完全沒有插手 這一個我覺得很奇怪 因爲 Eastlink肯定收少了錢 因爲 它要起碼有九個月 每一個月有二十元的credit給我 即是收少我二十元 另外 Chorus 因爲這條約 就沒有續 所以也會收少了錢 因爲 有一大堆人 舊時候就給錢訂你那些台 你現在那班的客人 就給個中間人說不給客人 那你又沒有錢收 那他們實在兩個都傷的 那看看哪一個是比較少 那還有 加拿大試過這些這樣的事件 沒有 有些cable provider 跟那個content provider 是爭取不到數 要剪台 那試過沒有 沒有 這次是第一次 所以什麼的第一次都好 你發生的事以後 一來就是president 以後其他那些 Bell也好 Talus也好 那些cable provider 看到這樣的情形會是怎樣呢 那跟著會有樣學樣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將來 因爲是沒有前居可鑑 即是沒有得鑑 那發生什麼事就不知道的 那爲什麽會在這個East Coast 這個東岸會有這些呢 因爲東岸人口是少 而且這個在cable的market 是很集中 那所以就變成了一個叫做test market 那究竟會是怎樣呢 會說就說 喂 因爲East Coast 在東岸發生什麼事 跟Toronto Montreo Vancouver 有什麼影響呢 沒有影響的 不關我的事 那這次因爲這一個呢 可以說是做實驗這樣的Test Case 以後有些什麼咬叫 Content Provider 和你那些Cable Information Media Provider 那個Cable Provider 怎樣 即是就會用了這個這樣的例子 來大家怎樣 看看大家怎樣鬥氣 亦都可以看到一回事 現在做資訊的 即是Content Provider 即是Chorus 這一些 是生意難做 因爲Competition好多 那你有了Internet 有了Self Phone 那他們要大型的發展 但是錢 但是錢就是這麼多 看的人也都不想付錢 那這次是很稠的 那所以就有些這樣的事 另外一個Cable Provider 例如Eastling、Bell、Telis、Telis等 亦都有他們自己的難處 因爲越來越少人就用Cable 電話 電話個個個都是用Self Phone 很少人就用這個拉條線 進入家裡的Fix 和那些Landline 就真的買少見少 Bell、Telis、Telis等 那些Growth 全部都是在Wireless那一邊 以及Data那一邊 就這樣 在以前傳統的電話公司 就沒得做的 所以這次都很稠 所以他們又要省錢 又不肯給Content Provider這麼多錢 搞到現在想看節目那些 好像我這些 就劫了在中間 讓他們來做磨心 這個不只是因爲 Eastling這麼小的Cable Provider 是跟這個Chorus 這個Content Provider的爭吵 那這個我可以說是Test Case 那試一下 如果那個結果是怎樣 會影響全國加拿大的 那這個時間 很 Select的 作詞